川普说如果清点选票合法的话 他取得连任是轻而易举的 选举当晚在多个州他都一度领先 但是计票站一度停止计票 现在在很多州却被来源不明的 拜登的选票赶了上来 川普说他早就说过 邮寄选票会摧毁选举系统 被弄成腐败的系统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他细数多地的监察员监票 出现很多不合理的状况 他说尽管如此 目前他在多个州依然领先 他直言有人正想偷窃 窃取这场总统选举 他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目前川普团队正在进行多项诉讼 以保证选举得到公平公正的结果 他多次强调 希望每张合法的选票都被计票 对于最后还有争议的那些州的选举结果 一切交由法院裁决 新唐人电视综合报道